每到报税季节 各税征机关总是挤满申报民众 相关争议也容易产生 为了保障纳税民众权益 纳税者权益保护官应运而生 纳保官就是纳税者权益保护官 那就是像我们一般民众以前认知的 比如说像消费者有消保官 针对消费者权益的部分 就是提供他的一个保障跟协助 那我们纳保法 纳税者权益保护法 是从106年12月28号施行以来 就是已经三年多的时间 那我们在我们的总局 还有各地的分局 计真所跟服务处都设有纳保官 提供纳税者 那个需要的一个协助跟沟通 我们纳保官协助的项目 大概有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税捐争议的沟通跟协调 比如说纳税人 针对课税事实跟内容 有争议的时候 那可以找纳保官协助 那针对我们 比如说在税捐计真机关 他认为在 可能在调查的过程中 他认为有行政为师 或者是程序不当 这个也可以寻求纳保官来协助 这个这是针对 申诉跟陈情的部分 那另外有一些案件 就是说比如说 纳税人他针对税捐的案件 他要提起行政诉讼 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寻求纳保官提供 救济的咨询跟协助 深穿纳保官专属背心 三年多来已经累积 处理52件案件的 连肃华说 碰到最多的是 曾纳双方针对 课税事实与内容 出现正义的情况 而最让他开心的是 协助厘清事实 帮民众取回多角的税金 那我们根据税捐监法 那个28条的第二项呢 如果是政府机关的错误呢 其实是不受那个五年的限制 就是不受五年的限制 那我在我担任 纳保官的那个时间里 的经验里面 其实曾经有遇过 有一些就是类似是 是基增机关很明显的错误 可是基增机关又没有及时发现 当纳税人呢 来找我们同仁的时候呢 可能也已经试过境迁 那同仁也 现任的同仁也没有办法很确定呢 是不是可以帮他去做一个更正 那这个时候呢 透过纳保官的协助呢 然后厘清他整个错误的部分 厘清一个方向 那确实是基增机关很明显的错误 那我们就协助纳税人呢 把不该缴的税 多缴的税呢 做了一个更正跟退税 那事后纳税人当然是非常的感激我们 因为他觉得 真的纳保官真的是可以组织 正义跟公道的 本身是基增分局秘书的连硕华说 不同于大家所熟知的肖保官 纳保官因为是由税务人员兼任 因此难免会有民众产生 求援兼裁判的质疑 争议案件的当事人税务人员 也可能无法接受纳保官的纠正意见 因此纳保官必须坚守 协助纳税民众的立场 依据税务事实与法律基础提供服务 才能适时守护民众的纳税权益 民众对国家行政也会更有信心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由税务人员兵众的连确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